炒到手軟了 入口即溶, 胡香味濃 上一次我們練了豬油 這次我們就用豬油來做一種非常邪惡的潮州食物 這個食物最主要的材料 本身我是非常珍惜吃的 因為它的質感比較沙沙的 但是當它變成了這個食物之後 那種沙沙的質感就立即消失了 所以我就變得非常喜歡吃 這是什麼? 你跟過我去拍過這麼多切片 你都不知道我最珍惜嗎? 我又不是你肚子裡面不錯 其實我之前拍片的時候 說過很多次了 但這個人不知為何 到現在還是不記得的 就是這個芋頭 可以做的潮州美食其實是非常之多的 今天我們就來做一件 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之喜歡吃的東西 就是 糊泥 首先我們要把芋頭 放進去蒸熟 蒸到它夠軟身 快刀得出大約15至20分鐘左右就可以了 在做主角芋頭的時候 我們就來講講配菜了 傳統潮州人做芋泥 通常會有兩種配菜 一就是做成金瓜芋泥 所謂的金瓜其實就是南瓜 其實就是把南瓜 裝著芋泥 不過要挑走南瓜裡面的鍋 很浪費工夫 所以我就推而隨便吃 做一個簡單一點的版本 不過這件事 相信沒有什麼人會喜歡在日常生活吃的 就是這個白果 白果 但是這個白果如果要做得好吃的話 其實是需要提前一晚去準備 本身就是有毒和有苦味的 所以要先把它輕輕煮一煮 然後將中間的芋泥 接下來這個步驟就非常之重要 就是因為可以令到白果的口感產生質變 就是需要加一些糖下去 就會令到白果變得煙軟軟 另外為了增加白果的香氣 所以我們還會加一些橙皮 糖兩茶匙還有一些橙皮 不過就不需要加雞蛋 加上橙皮粒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放進雪櫃裡面 雪過夜 而由於時間關係 所以昨晚我已經預先在家裡 整理了一個醃好的版本 稍後放進去蒸一蒸就可以了 15分鐘過了 我們現在來試試芋頭 好不可以 嘩 一刀就散了 我們就可以把它拿出來壓成蓉 記得記得一定要趁熱 因為如果冷了就會硬 如果你家裡有攪拌機的話 其實也可以用攪拌機來打 不過我們比較窮 所以沒有攪拌機 怎樣又可以壓到一個比較幼滑的蓉 其實就可以用刀來壓它 如果大家覺得刀是不夠溶的話 就可以像Yang一樣 再用一些薯蓉器 來再壓得幼滑一點 記得壓得越散的話 一會兒做出來的護泥就會越幼滑 在正式炒這個護泥之前 我們先把白果放進去蒸熟 我們現在就可以開火炒護泥了 記住記住 炒護泥一定要全程小火 首先我們要一大匙豬油 那為什麼要用豬油呢 沒錯 因為我以往試過用植物油 炒出來的味道真的完全不同 沒有那麼香 放完豬油之後 我們首先要放些蔥 放完之後一會兒要留上來 純粹要它的香味 還有可以披走豬油的酥味 先加護泥 記住記住 全程一定要小火 焦了的話 護泥就不滑了 然後我們要加護蓉的三分之一份量的糖 聽起來很邪惡 又豬油又糖 這東西之所以這麼好吃 就是因為它這麼邪惡 所以沒有解 要好吃就不能怕不肥 你怕不怕肥 怕嗎 那你不要吃了 我們要加一點水 很快地炒它 把糖拌均勻 在炒的期間 我們都可以用鑊鑊 再繼續壓一壓它 就令到護蓉更加柔滑 接下來沒有什麼話要說 繼續炒吧 炒大約10分鐘 加油 盡量放多一點點水 令到它一會兒更加柔滑 大約10分鐘過了 可以輕易剷起的話 就代表可以了 那我們現在上碟了 白果應該都剛剛好熟了 我們現在可以拿出來 我們裝盤了 如果護泥太噁心的話 我們可以用紙匙巾輕輕壓一壓平 然後樣子會比較帥 我們可以把白果塗上去 蒸白果會剩下少許糖水 我們可以不要浪費糖水 淋在上面 炒到手軟了 入口即溶 芋香味濃 先試白果 變得煙煙韌爛 更帶有一股橙皮香味 今集我們就做了護泥 下一集我們會繼續用芋頭 來做另一樣潮收甜品 我知道我知道 不准說不准說不准說 想知道是什麼的話 那就留意下一集了 拜拜 根本不再煙煙 更像中火 那個小火炸 像中火炸 是雙瘍喔 那些氣喘